大家好,我是糟糟,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两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一个呢就是鬼入梦,一个就是鬼压床 两个都是跟睡眠相关的话题啊 那我先说鬼入梦 那鬼入梦呢,其实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恐怖 因为其实梦境呢,是人的潜意识的一种反应 就是你看过的一些东西 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画面 然后想经过你的想象力加工 在你的脑海中形成你的梦境 那所以呢,其实不用所有的梦境都去当真 除非你真的有一些就反反复复的梦 那同一个梦境或者有一些连连续续的梦 那它会形成一个剧本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可能就有一些课题大家要去解决一下 可以去稍微的找人去占卜之类的 解个梦哈,这个是可以的 那大部分的梦呢 都是只是一个潜意识的一个反应 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理性对待自己的梦境 那假设说你会梦到一些特别的东西的话 就是你会觉得疑惑的一些梦境啊 可以先去周公那里查一查 就是周公解梦可以解释大部分的梦境 还是我个人觉得匹配性还是蛮强的 那我说一下就是特殊的梦境的几种情况 第一种呢就是仙人托梦 那些托梦是有的 比方说我小时候啊 我大概小学的时候吧 就会经常梦见有三四次吧 梦见同一个梦境 就是我爷爷在我们家的那个老房子 然后有一个小天窗 然后他就在那里修天窗 就每天在那边修 然后在那边说 就说这个窗要赶紧修啊 不修的时候下雨天呢 他就会漏水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了我妈妈 然后我妈妈跟我说 他也发了同样的梦 然后后来他们就去查嘛 然后就去了他那个坟地那边去找 然后发现我们家那个当时的祖坟那里 就是真的漏了一个洞 然后就给他修了 那后来就再也没有梦到这个事情了 这就是一个仙人托梦的一个案例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也跟我讲过 我在仙人托梦的一个梦境啊 就是他梦到 不是他梦到 是他妈妈以及他妈妈的姐妹们梦到 他们的妈妈 就是我朋友的外婆 就是在梦境里面什么话都不说 我就看着他们 然后从那个兜兜里面掏出了一把 然后上面都是那种白色的米虫虫 就是然后他们就觉得有什么不对 而且是去年的时候 去年不是疫情嘛 疫情不是没办法扫墓嘛 然后他们呢就赶紧的找了个时间 去墓地里面看了一下 发现就是清理的时候 发现墓边确实有个洞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洞稍微翻了一下 发现里面真的一窝 就梦境里面那种米虫虫啊 我觉得这事情还挺神奇的 就是玄学玄学角度会觉得很神奇啊 那仙人托梦呢 是确实是会有的 就是比方说你的 就是长辈啊 过世的长辈啊 就跟你托梦说自己缺点什么 缺钱啊 或者缺衣服啊之类的 我妈妈也梦到过我过世的姑妈 就是说很冷啊 没有衣服穿 然后我妈妈就给她烧钱 烧衣服这样子 那我之前呢 也有个客人吧 然后他之前农历7月14的时候 就给他爸爸 就他是第一次给爸爸烧金条啊 然后烧功德包 然后他前几天就 不是前几天 就前一段时间就告诉我说 他梦到了他爸爸 就是接近八月 就农历八月的时候 他说他梦见他爸爸 他爸爸呢就来跟他说 就给了他很多的钱 给了他很多人民币 然后呢 他就问我说 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那他妈妈跟他说 就他妈妈吓坏了 赶紧想要他再解决什么的 然后他就来问我 我说其实不是的 就是你烧了钱给你爸爸 然后你爸爸觉得你惦记了他 然后但是他又担心你 然后他就会 就觉得自己应该把钱留给你 就是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寓意 并没有太深了 没有很吓人的东西 因为梦境里面 他爸爸也不吓人 就这个事情 不要自己吓自己 另外呢 有一些仙人呢 他其实脱梦的时候呢 是以你熟悉人的形象 比方说我梦到我爷爷 但是他可能不是我爷爷 他可能是我的太爷爷 或者我太太太爷爷 就是他们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他们的样子 那他们就会以他们要脱梦就会以他们你熟悉的样子出现在你梦境里告诉你他们要做什么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祖先脱梦 仙人脱梦这个呢 就是他有什么需求 你解决了他的需求 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第二个特殊情况就是真的是鬼怪入梦了 那鬼怪入梦呢 其实要跟你的地点 反正很多综合情况来讲 这个呢 就是真的是可能你去了某个地方 比如说你去某个地方旅游啊 然后睡到了那些不干净的房间啊 他觉得你骚扰了他 所以他就会来梦里去吓唬你 那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如果只是梦到一次两次跟地点有关的 这个我觉得是不用太过在意的 你离开了那个地方就好了嘛 我上次也说过了 那有一些情况鬼怪入梦呢 可能是你的冤情 就你反复的梦到同一个人 就是对你做一些吓人的事情啊等等 那别放说有些什么为爱鼓掌啊 这种情况 有可能真的是你的冤情 这个就得去解决了 这个情况是可以找 我们这种人啊 我们这种比较专业的人 其实我也不敢说自己特别专业 可以去解梦看看 就是专门开挂去解梦 那还有呢 第三种情况就是前世梦 前世梦确实是有 就是会梦到一些以往的事情 就不是这个年代的 但是他会有剧情 或者是有一些跟你 就是你会觉得心情起伏比较大的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但是呢 我觉得不要太把前世梦当真 因为前世这个事情 你是没办法验证他的真假的 你就当看个电影就算了 我个人建议是这样 没有必要去深究 所有的那种虚幻内心 没办法证实的东西 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去 轻易相信啊 就别给自己找烦恼 我觉得 嗯 那其实人呢 是不会梦到无关的人缘的 之前有个非常 非常什么的一个事件 就是那个 紧的事情 大家知道吧 就紧的那个事情 然后那个爱妻人设崩塌的一位网络人物 他的一个事情就席卷了整个网络 尤其在豆瓣灵异上面非常多人讨论 然后那几天 每天都会有人发 几个人 好几个人会发 我梦到了他的老婆孩子 然后过来找我 需要我帮忙 说他们很惨 很惨什么的 但是我必须说一句就是 跟你无关的人 其实是很难入你梦的 为什么 因为你跟他没有关系啊 他来找你干什么 而且是几个人一起梦到 这完全是属于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你怎么可能就一个一个人 一个鬼吧 我这样说 一个鬼魂 他广撒网的 跟这么多人去给大家爆梦 这是什么 这是克服吗 这是 就是这种事情 就大家要分辨清楚 有些不是因为你有特殊能力 就会梦到这些事情 而是你就是日柔 所思夜有所梦 就早上看到这件事情了 或者是这几天一直在烦扰 烦扰这个事情 然后你就梦到了 所以啊 梦境不要太过当真啊 那我自己呢 是会有很多很奇怪的梦境的 但是一般我做梦都是有事 没事的话 我睡眠很好 一个梦都不会做 就一觉睡到天 那我做的梦都是关于什么的呢 首先第一种呢 就是客人的冤情 别人的冤情 我是经常会梦到 就是比方说我占卜 占卜到某个人的冤情 怎么怎么的 然后这个客人 不愿意给他超度啊 之类的 然后他就会来找我 比方说别人的英灵啊 这种也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只能就去规劝一下 市主说 这个你最好去做一下这个事情啊 但是一般不会惨我 因为他只是过来告诉一下 告诉一下 他告诉我他经历的事情 或者是以他的角度去 告诉我一些什么话 这样子啊 大部分是这样 那我也有时候也会梦到施工入梦 就是给我托梦说一些上课的事情 我之前不是说我师傅要我背大背重吗 然后我就是又忙啦 然后大背重又难背啦 因为我是要背反文版嘛 然后呢 那天晚上我就梦到施工来检查我作业 然后就一直追着我 然后我就一直跑一直躲 然后呢又刚好呢 梦里面又出现了两个古漫童 就是我们店里那种古漫童 然后就在那边看热闹 然后我就躲起来 然后古漫童还在那边跟施工说 一边拍手一边在那边说 在这里在这里快过来 然后当时就哦 那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跟我师傅说 我师傅说肯定是那个谁谁谁古漫童 那他就最喜欢看热闹 然后就老是就是出败自己人 然后说嗯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那关于鬼入梦呢 大概就说到这里 那我们说第二个话题就是鬼牙床 那鬼牙床我上次再回答 就是大家问题的时候 大概提了一下 那首先呢 鬼牙床呢 它在医学上面是睡眠障碍的一种 那什么叫睡眠障碍呢 就是你的简单来讲 就是你的脑子很亢奋 但你的身体很疲惫 然后你的脑子跟你的身体 并不同步的时候 就会出现半睡半醒的状态 那你精神非常的清醒 但是呢 你的身体动弹不了 就是大家比较经历的比较多的鬼牙床 那鬼牙床是很多人都比较恐惧的 因为会觉得没办法控制自己 就不知道自己会做成 会做什么事情 OK 那其实睡眠障碍呢 这个如果是长期的有睡眠障碍 没有梦到奇奇怪怪内容 可以去找医学解决一下 因为睡眠障碍是科学可以解决的 这个可以先去尝试一下科学 那第二部分才是选学 选学方面呢 我就说几个情况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地方问题 比方说你在这个地方睡 你会鬼牙床 那你去另外一个地方睡 就不会鬼牙床 那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就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些 兄弟姐妹啊 然后不小心就觉得 你这个人呢 怎么睡在我的床上啊 或者来了我地盘啊 我就来吓唬一下你 那这种情况是可能的 比方说你去外国旅游的时候 就国外旅游 或者是去一些酒店住的时候 这个情况比较容易发生 当然也不排除你 因为压力大哈 那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 真的是你或者有时候在家里 或者是某些特殊的时间段 比方说鬼月 有人路过 然后好奇来压一下你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但是一次两次 千万不要慌张哈 就一次两次真的没有事的 就是像鬼入梦也是的 一次两次没有关系 就是过了就过了 就是当个经历 人生那么长 经历一下没有关系的 那如果你是长期的同时 一直梦到同一个人 或者是觉得是同一个 什么来压你的话 那可能是真的是你的冤心 这个情况就要去注意了 真的要找专业的人去解决这个事情 那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 那我有一个 有一句忠告 就是真的 不要太过轻信 自己鬼入梦 或者是鬼压窗 不要觉得自己天赋异禀啊 或者是异于常人 就是一直会碰到奇奇怪怪的事情 一定是灵异事件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灵异事件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鬼的 真的 就是大家这个 如果太过偏信于玄学 那就真的是迷信了 就是我只能告诉大家说 有这种情况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 自己遇到这种情况 发生在什么时间段 之前前后发生过什么事情 去过什么地方 那去排除一下自己 会发生这种事的原因啊 比方说 你是不是睡前看了一些恐怖的东西啊 是不是最近看了太多吓人的东西啊 然后是不是日柔所思夜有所想啊 就不要太过焦虑 很多事情 有很多人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就不要太过于忧国忧民 那就会梦到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啊 大家放宽心 好吧 我们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好吗 那好了 那说到这两个事情 就是鬼入梦跟鬼压闯 有什么破解的方法呢 我还是那句金光神咒啊 金光神咒真的很顶用 就是比方说你半夜醒了 觉得啊 好难受 好吓人 那就念金光神咒 就是给自己压压镜 如果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啊 梦境好恍惚啊 觉得自己精神不是很好 念金光神咒 绝对有用 啊 比方说你睡前的时候 也念一下金光神咒 也是ok的 但是你念金光神咒时 时候一定要做端正哈 去好好地念这个词 啊 念好了 你就会 比较就是 清理一下自己身上的一些 不好的能量 然后给自己加一个防护 那金光神咒是越念越有力的 所以早晚各念一次 对自己 整个人生状态都会好一点 就精神上面会更加清醒啊 那金光神咒的原文我会贴在评论区自取啊 好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大概讲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在评论跟私信跟我说 弹幕呢 其实我发现我是很少看的 但是大家也可以留言 因为弹幕数量多 我会比较开心 那弹幕呢 有太多杠金了 所以我也不会一一回 其实弹幕呢 是能看到发布人的尼称的 所以 其实别人来抬杠 就暗戳戳来抬杠 其实我能知道是谁 所以呢 那大家还是友好相处吧 我说的 希望大家能够学到知识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见三年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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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